好 随着疫情是持续延烧 为了减少染疫风险 民众的出游意愿是大幅的降低 不少餐饮业者也开始禁止内用 改用外带 而花莲市的餐饮的名店也受到影响了 生意调了将近有五成 原本每到假日大牌长荣景象 现在只剩下零星客群 让业者只好力拼转型 接到冷冷清清店家的工作人员比客人 还要多 这里是花莲知名的公正街周家小笼包 蒸笼里一颗颗热腾腾白胖胖的小笼包 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不过现在疫情升温门口罗雀 店家也不敢开放内用 干脆全部改外带 过去大牌长荣的盛况 只能存在记忆中 当然啦 一定有的 一半以上哦 很久没有内用了 我们都外带方式 疫情的问题啊 以前连这来都知道排队啊 没有躲过疫情肆虐的名点还有它 用力翻炒备料 由客来花莲最爱的星星面馆 如今平日客人剩三成 假日也只有五成 固定我们是礼拜一休假 然后我们就多一天 然后做一些加工的产品 疫情前面馆老板娘的好手艺 最受客人欢迎 但是现在没有人潮就没有钱潮 只好利用电收的时间 做端午节的粽子 要提供给老顾客补贴损失 老板也好不容易可以偷闲展开斜杠人生 因为我的技能是钓鱼 所以我就是钓鱼 然后提供给我们自己创的群组啊 这样卖提供给客人就对了 疫情不只困住民众不能旅游 也大大影响旅游胜地的店家生意 只能寻找其他应变方式 共度难关 记者徐立晴王玉君 花莲采访报导 花莲采访报导